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,台湾各地天气仍不稳,而菲律宾被测的热带性低气压可能最快会在今天发展为第11号台风悟空。 该热带性低气压路径预测为先往东通过巴士海峡后,在北转到台湾东部外海,最快今天发展为第11号台风悟空,也有可能更接近台湾。 而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,中南部,恒春半岛及台东,绿岛,蓝雨亦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中午过后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可能也有明显雨势。 温度方面,各地高温约32-34度,霉下雨时感受较为闷热。 今日空气品质部分,今环境风场由西风逐渐转为西南风,北部,竹苗,中部,云嘉南,高屏空品区及马祖,金门,彭湖为普通等级,宜兰及花东空品区为良好等级。 下周一,23日,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,中南部,东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方也要留意午后雷震雨。 下周二至下周六,24日至28日,风向转偏南风后,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降雨。 国际都市气象,亚洲,大洋洲,美洲,欧洲,非洲,中国,各地体感温度预报。 C,北部,中部,南部,东部,27,34,27,33,27,33,26,33。 BLACKV,中部,南部,东部、湾顶钧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